喵 喵 喵 中大型的包包哪一些 最好裝哪一些 超雷服要買呢 真的蠻普通的 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陽光一灑下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一條美人魚 大發霉 是我最盡心得到的 前面講的都是普梗 我只是為了這個新包包 哈囉大家好歡迎光榮小老師 我是笑容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包包 所以非常的興奮 上一次跟大家聊的是一個 那個小包到底費不費的單元 大家好像還蠻喜歡的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中大型的包包哪一些 最好裝哪一些 超雷服要買呢 喜歡包包的大家一定要看下去唷 好那我先坐回來 今天大家已經看到這個陣帳已經擺出來了 那在介紹這些包包之前呢 我先講一下我個人把大包包分成兩大類 有精神的硬挺大包包 一個類型叫做 沒精神的軟趴趴大包包 為什麼這樣分呢 就是因為包包通常分成兩種類型 一種就是很挺的 一種就是很不挺就是軟軟的那一種吧 所以我自己先從我自己最喜歡的幾款 然後來分享它的利弊 然後給大家 那一樣是會從 價格比較便宜的 再到比較貴的這樣子 好首先第一個我要推我自己 最近真的非常常使用 最常使用的包包 同時它也價格非常的親切 所以相較其他品牌講起來的話 它的這個品牌算是比較親切的價格 所以很多人應該都可以從這個包包來入手 就是這個 Marc Jacobs的這個托特包 OMG我真的超喜歡 我喜歡到我買了兩個不同尺寸 你就知道我有多喜歡 因為它真的使用起來非常好妝 然後同時又很休閒 然後你丟在地上你也不用覺得很可惜 或者是會覺得很捨不得 因為它就是布的資料 它下面沒有皮的東西這樣 好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是中等尺寸的 然後這個是迷你尺寸的 所以兩個比例差不多是這樣 是不是超好看啊 那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應該是叫卡其色 然後這個呢應該是灰藍色吧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那我先買第一個是這個大小 因為這個大小它還可以裝樂譜 然後可以裝很多的資料 然後買來之後我愛不釋手 它除了這個包包的口 這個非常大非常好裝之外 它還有附兩個內的那個小夾層給你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再來呢 你不用擔心包包的口很大 然後有危險 因為別人手可能會龍進去嘛 那就是背大包包大家比較擔心一點 但它有拉鍊所以可以拉起來 拉起來就很安全 然後再來它本來就有附上這個黑色的背帶 Mark Jacobs這個品牌 它本來就是自己會出很多不同顏色 不同就是圖案的背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買背帶去換也是可以 我覺得背帶可能就是兩三千吧 然後這個包包的定價應該是 我在台灣請朋友從美國代購 好像是類似五千塊上下 四五千那個價位的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的好處是什麼 它背在你身上的時候就可以展現出一種 休閒而且年輕的感覺 然後同時雖然它是布的 它是那種帆布 麻布 帆布 反正就是布的材質 但是它是挺的 它旁邊的這些車縫呢 讓這個包包看起來很挺 所以我會覺得 就算休閒中 但是它還是帶有點精神 去開會啊去幹嘛到哪裡 都可以用這個包包 所以我使用率非常高 買了這個之後呢 我後來又看上這個藍色 然後因為它們顏色真的超級多超級可愛 我跟你說我真的很想要包色 但是包不完 它真的會一直推出新顏色很可怕 然後買了這個小的藍色呢 沒想到它竟然也可以裝得下我的iPad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也超棒 因為有時候你不需要帶這麼大的包包 然後這個是可以裝得下iPad這個size 我覺得也很棒 這個包包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是喜歡很能裝的包包的話 很推 這個價位也蠻便宜的 這是Cakes Bay大家應該知道這個品牌 都是屬於比較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小資女都會蠻喜歡這個品牌 因為它的東西呢 其實質感做的也不錯 設計上也是有它的巧思在 然後同時價位又非常能夠入手 這個好像才大概三四千塊我記得 然後這個裡面的內裡很可愛喔 它裡面是點點的 點點的內裡 然後它是用一個束口袋的方式把它束起來 很可愛 它上面就是有它Cakes Bay的圖樣 然後主要是白色跟深藍色 做一個撞色的處理 它一樣是附有這個背帶 然後背起來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要蠻好看的喔 這是要蠻好看的喔 這一個呢 是因為它也是屬於硬挺型的 然後我覺得它又有帶有了一點點優雅 所以如果今天算了比較稍微Lady一點點的話 這個其實也是OK的 然後再來呢 大包包裡面 天啊最近的霸主紅到不行的 你不能說霸主 應該是說去年暑假開始的吧 就是這個Chloe這個包 我的天啊這個包那時候我多難買 買到的人就是拿出去炫耀一定要發文 你知道嗎 當時呢我就是好不容易千辛萬虎找到一個代購 然後買了這一款 可是問題是它只有大的 可是我的身型我覺得拿大的有點太大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包包 你們可以看一下比例喔 這樣子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包包 然後我才155公分 我覺得對我來講拿起來有點大 這個包為什麼當時會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我覺得因為它的這個外型 真的顏色啊 配色啊 這個質量的處理 把手這些真的很美 就是你在照片上面看了 你就覺得這個隨便帶去咖啡廳拍照 就整個網美上升 這個真的拍起來非常好看 就是完全照片殺手 然後同時它也算是Koi包包裡面 價位算是非常親切好入門的一款 那但是收到的時候我不得不講 我是有一點嚇到它的質感 就是 完全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但是我就想說 對啦沒錯 因為它畢竟就是 比較便宜的價格 在Koi包包裡面 算是真的比較便宜的價格 所以說它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這麼有質感 就是你拿到它 如果你近看它 你摸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個旁邊這些 布料什麼的 其實就是還蠻 真的蠻普通的 就是它真的是 摸起來真的蠻普通的這樣 然後但是旁邊這個設計啊 它這個皮的皮革跟這個字樣的這個設計 然後它的把手什麼 沒話說就是很漂亮 那裡面也是非常簡單的內裡 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夾 小小的夾層讓你放東西這樣子 那這個包當時我買了之後啊 我就好不容易買到一個大的 但是我就心裡就很想要再換成中的 我還在那個媽媽社團裡面 你們在媽媽社團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我在媽媽社團裡面講說 我買了大堆有沒有人要跟我換中的 根本沒有人要跟我換中的 大家只是在那邊賞包 然後在那邊跟我聊天說 欸這樣有時候我看影片 然後對大家很嘻嘻一整團 然後在那邊聊起來 可是完全沒有人要跟我換中的 沒關係然後我就背了大的 但是後來我並沒有後悔 因為它如果是那種兩天一夜外出 就是你不要帶太多行李的話 它真的可以夠 我真的曾經就靠著它一整卡 兩天一夜這樣 因為它真的太大太好裝了 我的天啊所以我其實是回想起來 我沒有任何一個這麼大的包包 然後它同時它因為它非常軟的關係 所以它很好裝 我就覺得好吧 出遠門旅遊 然後會需要帶李李扣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很好裝 然後背起來真的沒話說 就是你看搭牛仔褲就是怎麼樣 就是很好看你知道嗎 但是我就覺得 再來要介紹沒有精神的那個 沒有精神的大包包系列 沒有精神就是指這一種這一邊 就是不要軟趴趴在地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根本站不起來的那一種 那這一種包包它的好裝點就是在於說 它的形狀隨身你所裝的東西 它可以變成各種形狀 所以它就是真的很好塞東西 那有幾個我覺得很雷的 我現在就先講我覺得很雷你買你真的要三思的大包包 然後也是名牌 首先我就拿起了這個巴黎世家齁 喜歡買名牌包的人 感覺一生中你總是會路過一個巴黎世家的機車包 感覺就是會想要入手一咖 當時我為什麼要買這個火焰紅啊 這個紅色為什麼 因為我就覺得紅色其實配牛仔褲 是一個很好看很跳的顏色 然後我沒有紅色包包 於是我就買了這個紅色 背起來給大家看 它的背帶呢其實蠻棒的 就是它這個背帶是一個短的背帶 然後你可以看 它背起來 就是大概到這裡 所以即便呢你是一個身材比較嬌小的女生 也沒有關係 它剛好就坐落在一個很很適合的高度 那為什麼我講它有一點點雷不應該買的原因是 因為巴黎世家包包你要知道 它的皮是屬於那種手柔感 有一種仿舊感的 所以當你拿到它的時候 它本來就已經不是那種超級型 那種金光閃閃的那種皮了 然後它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它就會越來越斑駁 那所謂他們會講說 這是一種所謂的仿舊感 越用越有復古的味道 越用越好看 然後就是越有人的Fu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我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喜好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看到它一直爛踩 然後爛到這樣 就是它四邊腳都已經皮都已經脫到爆掉了 然後我還要跟人家講說 這是古樸嗎 所以自從它變成那樣子之後 我就有點沒有辦法再背它出門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看到包包舅舅你就會不想帶它出門的話 那我真的跟你講這個你必須三思 因為它就是一個會很容易就舊掉的包包 所以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帶它出門了 它真的好可憐 這個買它的時候是當時我生完老二的時候的紀念寶寶 紀念寶寶 我生完老大就買一個寶 生完老二再買一個寶 就是所以它其實已經五年了啦 然後這些把手真的是 我跟你講近看你真的是真真打美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帥性的風格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鬚鬚有沒有 這樣走路的時候有沒有有一種Fu這樣 這樣子 就是有一種放浪不羈的感覺 我就是瀟灑走一回啊 何不瀟灑走一回 顯露年紀 斑駁的齁 我就是個人沒有非常推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大包包系列 這一個巴寶莉 巴百粒 巴伯利 巴伯利的這個包包 為什麼我會有點覺得 它算是一點微微雷的一個大包包 原因是因為呢 它的五金非常重 通常這種軟趴趴的包包 它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它的布料應該是非常輕盈 所以它才會這樣軟趴趴的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 比較重的皮革的製成的部分 所以它會比較輕嘛 可是結果這款包包很重 它光是單單空包的時候 就有一定的重量 是因為它的五金 它這些五金很重 然後再來 它的所有這個背帶都是皮革的部分 然後再來另外一點是 它是長型的包包 我個人不愛長型包包 如果你不想要在路邊一直撈東西 撈到最後之後 全部這樣倒出來的話 長型包包不要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是買橫的 就是這樣子形狀的橫形的 因為它真的很難找東西 就是 你什麼都找不到 你別想 你什麼都找不到 就是你這樣進去這樣 Where are you my baby 我的口紅 我的口紅 我的護唇槓 就比較不好找 可是它真的也很好看 因為它背起來是一種休閒風的感覺 但是它就是有點重 所以它算是近年來出場率也是比較少 它這個格子就是經典不敗 你知道嗎 就是卡其搭配黑色白色 再一個紅色線條這個格子 然後你看一看到就是 真的它背起來很好看 你可以這樣子背 這樣子 單肩這樣子背 因為這個配色就給人家感覺沉穩 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這樣子手勾著 來 這個包包對我來講非常大的意義 是它是一個很有故事的包包 因為我之前是職業伴奏嘛 我幫一個學生伴奏 然後那個學生的媽媽知道我非常喜歡買包 然後他們家去歐洲旅遊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個包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包可以裝樸 然後他就叫我的學生然後打電話給我說 欸江老師我跟妳講我媽媽現在在歐洲看包包 他說他要不要買一個包包給你 當下個學期的伴奏費 然後我就想 好像可以欸 一次 我就幫那個學生呢 就是不用錢伴奏一個學期外加音樂會 然後得到了這個包包 所以那個這個包包就是對我來講 有個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 其實跟每一次學生的合作呢 通常不會得到什麼禮物 也不會有什麼紀念價值的東西 因為就是錢嘛你知道嗎 嘿嘿嘿嘿 但是這個包包就是 讓我覺得 有了許多的回憶這樣 然後感謝那個學生家長這麼理解 真好是個品味幫我挑選一個這麼好看的包包 真的 這個包包我是喜歡的 但是它其實是真的有點重啦 嘿 好來 這個包大家一定知道到不行 就是非常好裝的 這是什麼東西 這叫什麼東西 Long Jam Long Jam 大概叫Long Cham 可是好像不念Long Cham 是不是叫Long Jam Long Jam Long Jam 這一個是它的那個什麼尼隆系列嗎 尼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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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比較特別的系列 所以它是有比較厚的尼隆材質 然後跟就是有這個肩帶的 然後這個包包就怎麼樣 簡單啦 簡單啦 收起來就小小的一個啦 簡單 然後又好裝啦 然後呢 好搭啦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啦 但是因為反正它這個坊間出很多 就是模仿它行眾的包包 所以出到已經就是199 或者是甚至199都不用了 我覺得可能99就有了 所以看大家要不要就是 再去投資這個包包 但這個包包我坦白講 我自己從以前到現在 買絕對超過10個 各個顏色各個大小都買 因為真的很好裝很好用這樣 可是你要說它好看到哪裡去 倒是沒有 它就是一個輕便好裝的包包 然後再來這個牌子 大家不知道可能會比較陌生 就是包包本體會有兩條這個亮片 然後跟底層會有亮片 叫Vanessa Bruno 它也是一個法國的牌子 然後這個牌子之前在台灣有 然後現在好像已經全體測櫃 很可惜 我真的我覺得他們家是蠻可愛的 我個人覺得很可愛 是它的包包都會搭配這個亮片 然後這個亮片呢 是小小的點綴 不會讓你覺得說整個很浮誇 然後看起來又有點典雅的感覺 那這一款是有背帶的款式 那我之前還買過好幾個不同的顏色 它也是顏色出的很可愛 可是這一家的包包啊 它的售後服務不得不說有點可怕 有點爛 它的包包我曾經用過一次吧 亮片就掉了 然後亮片掉了之後我就去問店家說 這個亮片可以補嗎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每一支包包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你那個包包 那個亮片只要掉了之後呢 我們就沒辦法做補 如果你要補的話呢 就要花什麼不知道很貴的一個錢 然後再補 然後也不一定確定亮片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好吧 就當他氣到他背的時候 就是盡量不要掛到 再來這一個 這一個三宅一身 的包包 我買的這一個很酷的顏色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粉紅色的金屬的鏡面款 這個是幾乘幾啊 他們這個 他們包包都是用幾乘幾來算 12345678910 這是10乘10的 他們都是用幾個方格乘幾個方格來算 然後這是10乘10的 喔 你看 你看這個閃亮的光子 你看 你光是背在路上走在路上 陽光一灑下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一條美人魚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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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py Hoppy閃亮書道 是不是Hoppy又顯露年紀 這個包包它的好處就是呢 非常好裝 那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也是蠻難找東西的啦 然後它內層呢 就是有一個夾層這樣 簡單的一個夾層 可是這個包包我跟你講 用久了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啊 它這個會一直脫落 它這個其實它的肩帶跟這個 它可以是調長度的 所以你把它長一點就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讓它短一點 只要手提的話 你就是可以扣在這個洞 還有這個兩個洞 不同的洞可以讓你弄 就像 就像吊帶褲啦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中一個洞 就一直 就是一直脫落 可是我背一背台我這樣 就自己就是其中一條 就這樣離開了這樣 可是這個包包我必須說 它真的造型上啊 就是真的很好看 尤其我覺得金屬色 大家滿可以投資 它的這個光澤感 讓它看起來包包 好像一直都很年輕 其實我也買很多年了 那我有另外一個黑色款 它就看 用久了之後就有一種 舊掉的感覺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喜歡黑色款 然後之前也把它買掉了 但是這個鏡面款 我很推薦大家 我很喜歡 然後你看它收納起來簡直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超小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出國啊 或者是你要把它放在行李箱裡面 然後到就是到時候再拿出來用的話也都很好 因為它永遠都不會怕你去折磨它 分它就是 你要什麼形狀 它就什麼形狀 就這樣隨便你 好 再來還要介紹一個 我個人非常喜歡 也是很有名的包包 PSY PSY那個叫什麼 Rapanza Roponses 什麼 怎麼唸等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包包拿起來要非常小心 等一下 它怎麼唸那個名字我看一下 PRO PRO PROENZA GOLA SCHULA PRONENZA PROENZA SCHULLER 這個是 PSY它的特別款是流蘇款的 然後呢 我個人超喜歡這個包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怎麼樣 它雖然也很好裝 但是它問題就是它很重 它也很重 因為它媽媽都是皮革 然後媽媽都是流蘇 還有它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整個大發霉 它整個大發霉 它發霉到超級可怕 就是感覺 麵包放了800年這樣子 就是 我把它放在衣櫥裡面 然後經過一個美語的一個moment之後 它就整個完全長出無限的發霉 那我現在呢 讓它離我有一點遠 是因為我剛剛有表面上稍微擦拭過 但它還是有霉 我現在可以拍給大家看 然後我今天拍完這個影片之後 我就要把它送洗了 這一款我特別推薦 但是我不知道買不買 因為它是限量的 它就是有流蘇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它背起來的時候 你走路會有一種流動感 我覺得有時候有一種流動感 給人家就是一種 很休閒很帥性的感覺 就像剛剛機車包也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打開這個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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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發霉 它每一個須都是毛 OMG OMG 大發霉 我的包包大發霉了 好餓喔 我覺得它快要長出靈芝來了 它真的很可憐 然後我要帶它送洗了 對啦皮革的包包的確是需要保護 特別是在台灣這種非常潮濕的氣候 然後再來我要推薦我這個壓軸的包包 我要來了 我先去洗手 我跟你們說 這是我最盡心得到的 哈哈哈哈 坦白講 我拍這一整集 前面講的都是撲梗 我只是為了這個新包包 我拍了這一集 怎麼樣 你們覺得心機很重嗎 是不是被我套到現在才發現 自己掉入江老師的陷阱 我跟你講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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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這個包包呢 是我 昨天 好就是昨天吧 喔我忘記了 反正呢 就是我在媽媽社團 欸我跟你講媽媽社團真的很可怕 媽媽社團這個地方 你不能隨便進去逛 你以為你在撿便宜 結果你都把錢撒出去 因為呢媽媽社團呢 大家常常就是會互通有無嘛 因為家裡 畢竟來啊 我們要常常買新的包包 也不是一定有這麼多的預算 可是很多的包包狀況都很好的時候 我不會抗拒去買二手的包包 因為你家不要的東西 也許是別人家的寶貝嘛 別人家不想要的東西 也許是你家的寶貝 對不對 我們互換寶貝有什麼不好的呢 這個包包 就是我在那個媽媽社團裡面看到 然後這個媽媽呢 她是在法國買的 然後這個包包 我現在在那個官網上面 是已經沒有看到 她非常好裝 這種化妝箱的包包 我不是沒有喜歡 我不是沒有看過 我一直都很想買 但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就都很難裝 你知道那些小的化妝箱嗎 它是光聯手機喔 你手機都裝不進去 我跟你講你手機都裝不進去 你帶這個出門要做什麼 我們還是有一些現實沒有考量 但是這個它是屬於偏大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整個美到不行 然後狀況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我覺得買包齁 就是要運氣 你知道怎樣嗎 我的有一個學弟要從德國回來 然後我又 我又 沒錯 我又 我又叫人家從德國帶包回來了 我就興高采烈的想說 我要這個包包 這個皮夾什麼什麼 在那裡買真的好便宜 在那裡買LV 真的價差很大 一個包包會差到一萬多塊 然後我沒在跟你開玩笑的 連皮夾都可以差八九千塊要一萬 然後我想說 此時不帶帶何時 一定要這個時候把包包買起來 然後也經過了老公的同意 結果後來我就叫我學弟去下標那兩個包 下完之後呢 他已經要從德國出發回來 結果那個官方網站寄給他一封信 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你的訂單被取消 他就載電話問那個客服說 為什麼我訂單被取消 他說因為你刷的是台灣的信用卡 如果你用台灣的信用卡 在德國 然後你要刷LV官網買東西的話 是不可以的 他會直接取消你的訂單 因為他會發現 你好像不是本國人耶 所以等於就是說呢 他不想讓代購那些人 然後去那邊官網訂了之後呢 就直接把他全部大局的帶回來台灣 就像我這種人 然後所以他那個訂單就被取消 他說如果他再下一次單 他怕他已經回來台灣 然後那個包包都還沒有寄到 那我就真的沒辦法啦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啦好啦 我就說那這就是老天爺不讓我買包 真的買包真的是靠運氣 有時候 雖然就像我之前也是會非常強烈的慾望 就是一定要得到什麼包 我一直想辦法這樣子 越難得到的東西 我就越要得到它 但是如果真的買不到的話 就真的不行 像這一次我就不勉強學弟 我說好啦沒辦法現在要算啦 可能就真的是沒辦法 那於是呢 我就這樣子 然後在網路上面 就在那邊那一電話欸 FB的時候就看到 媽媽社團有這個包 因為當天下飄之後 太想要直接拿到了 所以直接坐高鐵 創掉嘉義區 直接拿請叫我笑綠江 我還沒跟你講內裡 Perfect 你看 完美 這麼乾淨完美 因為這個包包的主人 非常愛惜他 所以他之前都是用裡面 還特別裝了一個內袋 才去把東西裝進去 所以他基本上是完美 然後他背不到五次 這個就是叫做運氣 買包包也要靠緣分 所以那時候就很開心地買這個包 然後我跟你講 背起來真的完美 我弄給你看 而且超可以裝 裝超多東西啦 真的超可愛 超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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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真的超可愛 天啊 天啊 好這個真的 是我跟大家非常推薦 然後呢但是 我雖然才買來一兩天 還沒有被出門很多次 可是我就有發現 他一個不好的 比較麻煩的點就是在於說呢 他這個拉鍊拉開了之後啊 你全拉開之後呢 你就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江老師不喜歡拉鍊對不對 那你猜怎麼樣 你東西全部掉光光 你 這個包包是你用完之後 拉鍊一定要拉上的 好現在喔 現在我要來拉鍊喔 我要來拉鍊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怎麼樣吃力點 就是 就是 你要 就是 你有看到我難處嗎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我有點難嗎 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難拉起來 可是他很可愛 可愛就值得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可能我覺得使用的時候 不要全拉開啦 就是拉開一點點 然後你就要開始這樣撈 這樣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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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拉回去才不會造成自己的困擾喔 哇 包包的世界真的是神不可測呢 永遠你的衣櫥裡 就是少了那麼一個包包 是吧 沒錯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祝福大家都有緣分買到自己最喜歡的包包 又最美麗的價錢 掰掰 Cat就是Creator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除了可以搶先14天就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之外呢 現在每個月還有精彩的單點大片 趕快下載Hommie Video App 進入Cat網館看看吧